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点互动周二热线直播节目 2012年一开始 在藏区就传来了藏人自焚和抗疫的事件 到农历新年的时候又发生了军警向藏人开枪 造成了重大伤亡的消息 这么严重的事故 中共当局习惯性的把这个责任 推给了达赖喇嘛和境外的敌对势力 那么西藏的问题和藏区的问题 究竟谁是罪魁祸首 造成藏区今天这样子紧张的局势 我们想利用下面的一个小时 邀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46-519-2879 也希望通过RDHD2008 Skype和我们互动 那么中国大陆的观众可以拨打免费电话 免费电话在那个屏幕上 那么也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不要网络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 就能够直接收看 好 现在我们先看一段录像 据非政府组织和西藏流亡政府的消息指出 自从今年年初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中共军警已经在四川藏区三次向抗疫的人群开枪 本月24日在色达造成5人丧生 但中共官方通讯社只证实开枪击毙了一名 带头闹事的不法分子 并强调警方是处于被迫向示威者开枪 目前拉萨地区局势非常紧张 大批军车 坦克开往藏区 均仅在交通要道盘查行人车辆 据传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26日到达甘孜康定 亲自指挥镇压 四川甘孜已经被中共当局封锁 网络和电话被切断 同时 当局向当地派驻大批警力 民众被限制自由出行 众多网友在通往藏区的路上 看到大量的武警车辆 军车 装甲车 防暴车等 成都 德阳 绵阳的武警 特警都出动支援 中国西南的四川甘孜地区色达县 拥有几十个喇嘛寺庙或其他的佛教机构 去年十月份 当地发生过两次 呼吁要求达赖喇嘛返回的示威游行 本周一的中国农历新年大年初一这一天 甘孜地区的卢祸 可能有六人因重枪弹伤势过重丧生 总部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自由西藏 根据目前所收集到的情况 只证实在卢祸有两人丧生 另有36人受伤 其中12人伤势严重 恐怕到医院会遭到拘捕 这些伤员目前都在喇嘛寺庙里 据维权机构透露 1月6日 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戈尔登寺附近 至少一名西藏男子自焚 这是一年中中国藏区发生的第13起自焚事件 维权组织说 去年在四川的藏区 已经有9名僧人和2名尼姑自焚抗议 反对中共当局对西藏佛教徒的压制 自焚抗议者中至少7人死亡 使自从2008年以来藏人的愤怒情绪进一步上升 藏人以自焚这种悲剧的方式抵抗当局的政策 北京高层尴尬不堪 四川流亡政府发出要求国际社会进行干预 以阻止发生新的流血事件的呼吁 华盛顿对中国四川藏区最近的局势深表不安 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奥特罗 呼吁中共领导人重审 对该地区制造紧张气氛 对藏人文化宗教和语言构成威胁的反生产力的政策 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直播现场 那我现在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西藏问题分析员 共嘎扎西先生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同时呢 共嘎扎西先生呢 又是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的负责人 那另外嘉宾呢就是著名的政论家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 刚才我们看了一段录像 但是我想可能还是有一些观众朋友 对现在在藏区发生的事情 不是那么非常清楚 能不能请共嘎扎西先生能够简单地把 最新的一些进展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 谢谢主持人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自从2009年到现在呢 在西藏东部地区 安都地区跟康地区呢 一共发生了17起资贫事件 那2012年刚开始不到一个月 在不到一个月当中 已经发生了4起资贫事件 然后呢最近那个农历初一啊 也就是1月23号开始 在西藏东部地区 也就是说那个四川省甘子藏族之州 瑟达县 卢厚县 以及阿巴县 最新的一次就是在壤堂县 发生了一些抗议事件 那发生抗议事件之后呢 中共军机用非常暴力的手段 向藏民开枪 直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呢 已经7人 加上壤堂县的一位啊 已经7人打死了 近60多人已经受伤 我相信从情况来看 不止这个人 但是目前西藏境内的 那个管制非常的严峻 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消息 所以总的来说 目前西藏境内的局势 非常的严峻 不断在四川藏区严峻 而且现在在拉萨地区 也非常的紧张 从成都调动大量的军队 往拉萨实际发生 所以总的来说 目前西藏的局势非常的严峻 好 谢谢龚葛杂西先生 那么陈破坑先生 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包括国内 包括国际上 反应是怎么样呢 对 首先我们看看中国政府的反应 凡是有藏人和平请愿 或者和平的抗议 他们是一律开枪 我们要注意到 中共当即对汉人和藏人 两地抗议的事件的不同手法 我们知道中共对汉人和藏人 都实施了压迫 监禁 屠杀这种政策 像1989年 他们在天安门和在西藏都杀人 2005年在广东扇尾也杀了人 但是中共这些年 还是用那些灵活的手法 来处理汉人地区的问题 比如说汉人动辄就有民众 烧毁警车 推翻警车 或者打伤警察 围攻派出所等等 但是中共并不是每次都开枪 而前一次广东乌坎事件 乌坎村民是以暴易暴 聚官兵于门外 但是中共采取的方法是 惩办了基层的官员 然后释放了被捕的民众 以一个和解的方式 求得事情的解决 但是中共为什么不对西藏 采取这样的方法呢 西藏的民众是信佛的 他们是非常和平的 善良的民众 他们和平情缘讨过说法 中共动辄就开枪 他们这次说开枪是因为 有人冲击派出所 那么我们看看就在两天前 1月29号前天 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 就有5000民众冲击派出所 把这个警车推翻了 把一个副县长砸伤了 把这个派出所是团团为主的攻击 但是中共的军警感到并没有立即开枪 到现在没有开枪 而是那些警察组成一个人墙 当住了个派出所 就中共为什么对汉人和藏人 采取不同的方法 我们看到这里边说的常识一点 是种族歧视 他们把藏人当二等公民看 说的再重一点是种族主义 是这个殖民心态 他们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把西藏当外国 他们说西藏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 他们把西藏人当外国人 他们说是这个去解放了西藏 但实际上他们心理上是占领西藏 奴役心脏 殖民心脏 说他这个种族政策 比南非种族隔离还要严重 这是当局的反应 而网民的反应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网民 是站在西藏那边 我看了一下国内的网民的反应 大多数的网民的反应 都非常同情藏人 都提出问题 是不是非到开枪不可 都问中共这个问题 另外国际上的反应 当然是一片谴责 国际上都表示 少着表示严重关切 重着表示谴责 人权组织的纷纷的行动 深远藏民 目前这个情况 那你 我们刚才谈到国内的网民的情况 我也注意到了 就这一次国内网民的反应 从整体上来说 和以前是不一样了 相当多的人是在同情藏人 那我们现在先 接一位加州高先生的电话 你好 高先生你好 你好 我在看你们的节目 西藏的这个事情 我们一直都在关注 特别是在国外能够看到 他们要翻墙才能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共产党干的事情 这太残忍了 跟历朝历代的那些 滥杀无辜的那些暴君 干的基本上有一模一样 这就把人灭掉 那么在现在这个资讯 这么伐大的时候 我有一个看法 就觉得像美国这样的 世界自由的这种卫士 为什么不发声 为什么不讲话 我想如果是李根总统的话 他一定会 以一个美国总统的身份 严厉地指出 你这种邪恶的做法 采取很多 不管是经济上 军事上的措施 要表态才行 这个时候弱小的人 就这么被灭掉 被掐死 那是不可以的 人是不可以这么 被这么白白地杀掉的 所以我在这里 我就想 美国现在我觉得是 没有尽到他作为一个世界和平的 这个维护者的责任 这是我的看法 好 谢谢加州的高先生 刚才高先生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把中共和历代统治者相比 这点我可能有一点不太 不太同意的看法 在这个跟这个藏人的关系上 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实行过 像这样子大规模的 对于大规模的这个屠杀 甚至是可以称为是屠杀 从5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当然当中有一些波动 有些时候好一些 有些时候更糟糕一些 但是像这种情况持续这么久的 这种高压的政压 在我知道的历史上 好像是没有过 是不是这样 历史上的这个所谓的中战关系 那是都是非常的 多数时候是祥和的 就像蒙古跟那个西藏的关系 它是一种把西藏的喇嘛败为 喪失这种关系 共识关系 那么唐朝那是一个亲戚的关系 这个到了清朝也是一个共识关系 清朝的晚年想入侵西藏 那个后来没有成功 那民国时代更是对西藏很尊重的 这个完全没有说派出一兵一族 去攻打西藏这种事情 但是中共治理西藏一代 这是最坏的 我们先不谈中共的这个坏 大家都知道了 只是说胡锦涛这个人 中共经历了几代领导人 胡锦涛的这十年 应该说是最糟糕的十年 他本来是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 在一个经济起飞的环境下 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用一个柔和的政策治理西藏 但是胡锦涛这个人是如此的无能 而且如此的阴险和如此的凶残 他在西藏制造的这个流血屠杀更多了 他在西藏待过 他是以杀西藏人起家的 手上沾有血 被邓小平起为所谓的隔代继承人 他则执政这十年 对民族问题没有去解决 而是加剧了民族问题 不管在西藏在新疆 在内蒙古都出现了民族问题 而且是这个矛盾更激化 血腥更多 这个民怨更深 所以说胡锦涛是历代中国人里面 中共领导人里面 就是不说别的了 中共领导人里面 也是最无能 最不符合时代 最不与世俱进的一个人 脱离时代的一个人 对 我们注意到上一次是发生制焚的 和抗疫行动最多的是在阿坝地区 就是跟戈尔登市是有关系的 那这次怎么会突然在甘兹地区发生 像这个卢霍 涉达都在甘兹地区 是的 这个跟中国政府 在西藏所实施的政策 60多年来所实施的政策 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在80年代 在西藏发生示威游行的时候 多半都在以拉萨为主的 西藏中部地区 也就是卫藏 但是最近你刚刚提到的 自从2009年到现在 那个自焚事件多半发生在 那个西藏阿坝地区 然后现在阿坝地区的 那个自焚事件 蔓延到周围的西藏其他地区 因为阿坝地区从传统上来说 是安都地区 现在的卢霍县 瑟达县是西藏康地区 因为我们西藏人 把它西藏分为西藏三区 康区安都地区跟卫藏地区 卫藏地区指的是中部地区 康跟安都市指的是西藏中部地区 所以这个蔓延代表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区发生这样的事件的时候 因为中国政府在60多年来 在西藏所实施的高压政策 不仅是在阿坝地区的人民无法接受 而且西藏其他地区 甚至于整个藏民族 无法接受这个政策的一个实施的证明 这是一点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在50年代 中共刚入侵西藏的时候 50年代 56年 57年 58年 年代的时候 现在的卢霍县 瑟达县 这些地区都发生过冲突的事件 所以这一表明了 这个时候的人已经没有了 现在整个时代在改变了 所以现在这句话就表明了 中共在西藏所实施的政策 不仅是老一代西藏人民无法接受 现在的年轻一代 现在自焚的那些人 参加抗议的那些人 曾经没有看过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 他们是1959年之后生下来的 所以这就表明了整个藏民族 无法接受目前在中共在西藏的通知 这当然我想起来了 在中国大陆的内地 其实也同样情况 现在所有被中共认作敌人的 打作敌人的人 没有一个是1949年以前的老敌人 都是他统治期间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 那么陈博光先生 我现在想问一下 就这一次他的直接出发因素 你认为是什么 对 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叫做本来特 他有个很好的实证研究 他发现在1989年 这个中共大规模镇压拉萨的事件 就跟镇压天安门一样 发生之后 后来藏区相对平均 但在1996年 中共开始禁止在西藏地区 藏区悬挂达赖喇喇嘛的画像 禁止他们用达喇喇嘛画像 之后引起了更大的不满 抗疫事件就逐渐增多 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前夕达到了高潮 那么从去年开始 中共又更进了一步 不仅禁止挂达赖喇嘛像 中共花了100万 那个印了100万张的这个中共的领袖像 四大领袖像去印给塞到这个西藏去 各村各社各寺庙都要悬挂 这个西藏人口是300万 相当于每三个人就要有一套领袖像 所以这个是非常过分的 尤其是寺庙里面挂领袖像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 这是第二个 再一个原因就是 这个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的藏学教授专门指出 周永康这个人很关键 周永康上任以来他当个公安部长 党组书记后来当政法委书记 这个人他大量的搞以维稳为名 大量的拨款 结果在西藏和新疆这些地区 维稳费突然上升 维稳费上升之后 他们做出了一些主动出击 做一些事情 然后就导致了西藏的大规模的 请愿抗议这些冲突事件 所以说是周永康他们先 先就是开始出击在先 镇压在先 然后才是 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的 而不是说西藏人们请愿了 他去镇压 说这个周永康这个人 最近有个事情 英国刚刚有件报纸 今天评比 中国十大黑领人物 周永康就黑然在列 黑领人物就说 你穿着黑西装 什么都是黑衣服 然后是开着黑色轿车 然后做做隐秘的事情 而且有黑色的巨大收益 周永康这个人 吃维稳饭 吃分裂饭的一个典型 一个主角 他在手中集中了无限的财富 是一个大贪官 他就是靠不断的拨维稳费 从中套取回扣 中保四郎 肥师家族而来的 所以周永康这个人 对西藏 对这个藏区动乱 负有直接的责任 对 这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他这个维稳机制的 他是让我看来就觉得 他是唯恐天下不乱 就是越有动乱 他的钱就越多 所以他是 越连贪污 他吃维稳饭的 这个维稳饭他不是说越稳定对他越好 而是越不稳定对他越好 所以他就要不断地制造事端 从这次看来的话 他是除夕这一天宣布送所谓领袖像 叫进村入户 进寺庙 这个事情我觉得在汉地都没有做过 除了文革以后 除了在文革期间以外 在汉地都没做过 现在这种事情如果在汉地做的话 那肯定人们也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动机是什么 他想得到什么效果 我们一会儿来讨论 现在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结束以后 我们再回来继续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关于这个藏区发生的这一连串事件 包括这个枪击事件 那么究竟谁是动乱的因素 好 现在我们先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是加州的丁先生 喂 丁先生你好 喂 恒河主播你好 陈墨公交都好 还有共感大西 教授你好 袁孝姐快乐 谁是抵对的势力 这个并不难嘛 真正开枪 屠杀善良西藏同胞的凶手 是真正的敌对势力 不管他的原名 叫什么 他原来的名字并不重要 他这个行为很重要 所以说绝对不可以随便 屠杀善良西藏同胞 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也是人 也是中国人 不管这帐包承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认为他跟我们一样是中国人 好 就这样子了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加州的丁先生 我们再接下纽约 王先生的电话 你们大家好 王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这个还是制度的问题 打个比方 我曾经跟很多地方都谈过 为什么今天西藏要闹独立 要恨死中国人 新疆也恨死中国人 内蒙古也恨死中国人 为什么在抗战时期 清朝时期 满清的时期 他们都不恨中国 尤其在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我们半兵江山都被日本人占领了 这个国民党的政府在同情 要利用西藏这块地方 从印度运军火运到这个内地去 去打日本人 那个时候西藏人拼命 你看 如果他们要独立 那个时候正好独立 国民党已经没有势力了 打日本人都已经吃力了 他们还拼命帮助中华民国 西藏的人民 新疆的人民 都没有闹独立 都在帮助运军火 运各种游击队 帮助中华民国的军队打日本人 那个时候都没有闹独立 一直在抗战胜利 也没有闹独立 共产党来了以后 起初用个糖给他们 然后就镇压 从此以后 他们就对中国就不好了 他们不晓得这是中国共产党做的 他们把中国人就逃进起来了 所以这个共产党将来共产党一定会消灭掉 消灭掉以后 这些人会离开中国的 好 谢谢 谢谢纽约的王先生 我们再接一下纽约杨先生的电话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杨先生你好 中国这个西藏问题里 完全是这个制度 刚才王先生说的有道理 制度问题 你看我们在美国 现在这个民主社会 就不存在于这种 什么少数民族问题 老独立 你看美国有多少个民族 世界各国民族都有 大家都在一起和睦相处 关键原因就出现在共产党身上 他一直要独裁 要西藏人民都来信仰他 信仰他共产党 他各四个神像挂来 你要老百姓敬拜了几个假神 所以那肯定是 搞政教合意 肯定西藏人民是不同意的 达赖喇嘛要求 是西藏人民高度机制 他主要就是 这个老百姓 他信仰 佛教就不允许 够难了搞什么 党委书记在里面领导他们 你要我们在美国信仰 那个什么基督教 政府要搞个什么 党委书记在里面领导 赌头肯定 这个政教合意肯定 这是不行的 是吧 总想就问题 主要出现在共产党身上 好 谢谢纽约的杨先生 那么请两位嘉宾 能不能回应一下 是的 谢谢几位柯英的嘉宾 我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柯英代表 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不管他了解多少 但是刚刚纽约的杨先生讲得非常好 因为现在从我们从自焚事件 到今天的抗议来看 西藏人民的主要诉求 因为他们提出 我们请让达赖喇嘛尊者回到西藏 因为他们想念得不得了 已经从1959年到现在 已经他们见不到达赖喇嘛 所以不管是从信仰 从藏民族的精神上来讲 因为他们能够谋依达赖喇嘛的一面 他们认为这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不管是自焚 如果仔细研究的话 所有自焚事件的一个主要的诉求 就是让达赖喇嘛回来 我们没有宗教自由 我们在藏地没有我们的人生自由 这就是他们的主要诉求 这是境内发生的声音 然后如果仔细研究的话 现在在凌亡藏人达赖喇嘛 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主要诉求 自从2002年到现在 也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个真正的自由 因为现在他说有自由 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自治 因为这个主要目的是 我们必须如果要藏民族生存 我们必须要保存藏民族独透的宗教与文化 现在保存谈不上在西藏 连续发生这件事情就代表了这个意义 所以为了能够让保存藏民族的那个 独特的宗教与文化 达赖喇嘛比藏人行政中央 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自治 有了真正的自治才能维护我们独特的宗教与文化 这是第一点 另外那个加州那个丁先生也 他非常从他的那个谈话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藏民族目前所造成的那个同情 这一点我也借这个机会呢 表示愿意感谢刚刚诚如主持人所说的 因为现在这个微博等网民对目前西藏所发生的局势 不管他们了解多深 他们都表示一个非常同情的一个态度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进步的一步 另外那个刚刚那个加州丁先生 不管藏族承不承认我们都是中国人 但是如果从我们那个目前的情况来看 比如说曾经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也问过我 你是不是中国人 我当时回到我现在不是中国人 我现在是西藏人 但是如果有一天按照藏人行政中央的那个 西藏人民获得真正的自治以后 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留在中国境内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合法地成为了中国人 这些顺便我愿意回应这个问题 好 谢谢 陈普工先生 对 就刚才有观众提到挂领秀相的问题 主持人也刚才提到说 即便是在广大的内地 就是汉人地区的寺庙里面 如果去挂所谓的领秀相都非常荒唐的 人家的佛堂里面供奉的是佛祖 你挂领秀相什么意思呢 另外如果在教堂里 教堂里供奉的是耶稣和上帝 你怎么能去挂领秀相呢 这是一个常识 结果他们现在在西藏 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的 藏传佛教的一个高原雪国 去寺庙里硬要挂四大领秀相 那是对藏人的宗教文化的全面的亵渎 那是对藏人的直接的侮辱 对 你是不是认为他是故意来侮辱藏人呢 对 他们是很愚蠢 当然这个也应该说有故意侮辱的意思 但是他们主要的目的还是想用他们的形象来代替 自己达赖喇嘛的形象 这是完全是徒劳的 因为你根本不是宗教领袖 而且共产党自己说的是自己无神论者 而且最紧要的是这四大人物 毛泽东 邓小平 江志明 胡锦涛 还不是一般的人 而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杀人如麻的四大魔头 你还要有不杀身的佛教徒来供奉你吗 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和侮辱吗 说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不激起藏人的 这种起码的一种反抗或者是愤恨呢 所以说中共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就想起过去毛泽东说过一句话 它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这是毛泽东说的 现在可能正在应验 本来藏族人和流氓政府搭搭哪吗 说愿意留在中国 跟中国人和睦共处高度自治 但中共的做法是在作孽 是在根本的清除西藏的文化宗教 毁灭西藏人的信仰 让西藏人产生一种对抗心态 如果说将来中国发生分裂 西藏从中国现任的版图上分裂出去的话 那就应验了毛泽东那句话 苏联的所谓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这共产党自己造成的 对 这里有个问题我还是没想通 就是如果说它是 当然我个人认为它是羞辱别人 是一个主要的 他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让他屈服 或者是至少你表面上要屈服 但是如果说他认为用送这个像的方式 能够让人家认为这几个人 可以取代宗教领袖 或者是宗教信仰的话 那么他在内地汉区做了63年 62年都没有完成的事情 他怎么能指望到西藏能够实现呢 所以我觉得他很可能 当然有决策上的问题就是说 很可能这些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这是应该定义为他们是极左的偏级的 偏执的民族政策 他们以为共产党那一套 强家于人那一套既在60多年都还基本见效 他们就以为通过这一套把藏人世俗化汉化 甚至赤化这样一个方式强行的 这个习惯成自然来扭转藏人的意识 我想这不仅非常徒劳 而会寄起更大的动荡和不安 这一点我有一个看法 因为我毕竟是出生在西藏拉萨的一个人 我知道西藏人民的心情 而且西藏的生活的各个层面 跟佛教有密切的关系 好比说从80年代末90年代开始 在西藏实施一个政策 就是说在任何寺庙里面 不准悬挂达赖赖喇嘛的像 那任何一个了解西藏民族特性的人 都知道藏人把达赖喇嘛 视为一个观音菩萨的化身 这个在信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 那现在不准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 反而把领袖像 你必须要送寺庙的那个画像 这个在西藏人民的心理上 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所以这样的 我刚刚非常同意陈柏空先生那句话 非常愚蠢的做法 非常愚蠢的政策 得不到西藏人民的心 你一战时你可以做这些动作 但是你无法得到西藏人民的精神 跟西藏人民的心 对 我是觉得你看 从去年开始发生自焚 所要求的就是宗教自由 那么这个宗教信仰自由 它反而用亚制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它所用的手段 并不是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 而是去加剧已经存在的问题 它的所有的做法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这种维稳心态 我们待会可能有时间还要讨论 现在因为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们先接一下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先是纽约的他姓先生 我不知道翻译发的对不对 我会在线上的时候 那我说你什么事 这种维稳的问题 是 解决的 在这里 我既然知道 我已经用到中国前面了 它是接决的 谢谢 我告诉你 还是 这是 这是 我直接理解决的 他说完了是吗 他说完了 好 能不能请贡改先生 给我们翻译一下 他刚才说的是什么 因为刚刚这位嘉宾 他说我把他的原意翻译给观众 他说我是出生在西藏的一个藏人 目前住在纽约 如果他没有听错的话 刚刚在call in的嘉宾当中 有一个嘉宾提到藏人 为什么不喜欢中国政府 他认为这个回答非常简单 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日本人 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日本政府 跟这个道理一样 意思就是说 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做的一切 得罪了西藏人民 所以西藏人民不喜欢中国政府 同样的日本得罪了中国人 中国人就不喜欢日本政府 他的原意就是这个 所以他希望把这一段翻译给观众听 好 谢谢贡改先生 我们再接一下大陆陆先生的电话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陆先生请讲 我认为中共对这个 中共和渔民政策 是一贯之的 无论是对藏人你好 还是对对汉你好 是吧 他表面上是 给藏人定局 去哪里定局 然后 其实把他们全起来 不让他们有自己的信 有自己的话 他们看话 对汉人他也是啊 给你们吃了给你们出来 你们还不满足吗 是吧 然后他们最重要的是 是害怕有信仰人 因为藏人的信仰 汉人他觉得汉人没无神 被他们洗脑之后 就是无神了 然后他们就害怕有信仰 会这样对 因为中共是个没有信仰的 那个信仰都没有 好 那个大陆的陆先生 很抱歉 你的那个线路不是很好 声音断断续续的 一会儿如果你整好线路以后 能需要 还有讲的 再打进来好吧 我们现在再接一下 加拿大和先生的电话 加拿大和先生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好 我认为 从目前 中共对藏族人民的大屠杀 充分证明了 中国共产党 它是整个中华民族 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 共同的敌人 中共 这个 对少数民族实行大屠杀 这个从历史上就是如此 你比如说 那时候王震在新疆 王震在新疆 之所以能够 能够 那个 那个 王震在新疆 就是大肆屠杀维族人 当时的那个维族人 吓唬自己的小孩 就说王胡子来了 这样的话小孩 连哭都不敢哭 而且中共它用人的标准 就是能 能杀人敢杀人 你比如胡锦涛 他在西藏 那个执政的时候 他就以 戴上钢盔屠杀藏人 而被邓小平看中了 认为他敢杀人 可用 而且中共提拔军人的标准 也是敢杀人 你比方原来的 总后勤部部长 现在的中央军委委员 廖西龙 在那个 中卫自业反击战的时候 他是 杀人如麻 他是杀了人 就把耳朵隔下来 最后是 杀的人 装了耳朵 装了两个麻袋 邓小平知道这个人以后 所以就一下把他提到 成都军区司令员 然后又提到 中央走后勤部 当 当那个 部长 因此的话 这个 中共 这个 杀人 这个 这个是 由来已久的 因此我说 中共是 整个中华民族的 共同敌人 应该是以这个 种族灭绝对 来对胡锦涛为少的 这个中共政权 要对他进行起诉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加拿大的何先生 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广告 所以来不及回应 一会儿等到进了广告以后 我们再回应一下 几位观众朋友 另外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大陆陆先生谈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待会儿会详细讨论 就是说 给他经济上的资源 是不是人家要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结束以后 我们再继续讨论 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直播现场 那刚才有三位观众朋友 打了电话进来 我们现在请嘉宾回应一下 这三位电话 我先说一句 刚才那位何先生讲得非常好 他回答了我们今天谈话的主题 就是随时敌对势力 很清楚 就是中共压迫汉人和藏人 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共集团 是包括汉族人 藏族人和维族人 在内的共同力人 他们是真正的敌对势力 是跟全中国人民过不去的敌对势力 由任何人帮中国说话 他们所干涉内政 实际上干涉到共产党的家政 这是一个 另外刚才观众也建议得很好 他说中共犯的是种族灭绝罪 中共我们知道犯下了多项罪 像反人类罪 国家恐怖主义罪 现在加上种族灭绝罪 我记得法轮功的学员 在国际上起诉江泽民 这个群体灭绝法轮功 我认为西藏的流亡政府 西藏的行政中央和流亡的藏人 应该到国际法庭 起诉胡锦涛和周永康 他们对和平情缘的西藏民众 滥杀无辜和疯狂的开枪 我认为可以摆上国际法庭 来看这个问题 给他们施加压力 因为中共在西藏这种屠杀 对和平情缘的民众屠杀 超过了在利比亚和徐利亚当局者的屠杀 利比亚 徐利亚 还有组织起来的人民 跟当局武装对抗 那个时候国际社会 都要出兵去干预 出动飞机去干预 或者是以其他手段去干预 那么西藏人民遭受这种苦难 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 我认为首先 西藏的流亡政府和流亡的藏人 应该行动起来 到国际法庭去起诉中共 共感先生 是的 因为我刚刚听到嘉宾的谈话 还有最近在自从西藏 发生这些事件之后 像微博人人网那些评论当中 我值得 我感到鼓舞的 值得肯定的一点是 现在我们通常讲那个 真理最终还是会胜利 我非常相信这一句话 因为以前 因为虽然现在在大陆境内 我们现在不谈藏人 连汉人都没有话语权 没有知情权 他们到底在西藏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虽然内心有一些想法 他们没办法来说明 最近几年来 尤其是最近过去一年 对于维权人士打压 有史以来是最严重的一次 虽然环境那么紧张 管得那么严 但是汉族朋友 对西藏的那些看法 刚刚嘉宾谈到的话 还有在网民的那些看法 这一点可以证明了 如果在中国大陆 如果有话语权 有知情权 那的话呢 有一天呢 汉族人民一定会支持西藏人民 所奋斗的那个精神 现在因为只是没有这个环境而已 如果有真的话语权 我相信达罗马强调吧 如果中国人民 他的原话是这些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如果有知的权利 达罗马非常相信 中国人有智慧 分辨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所以这一点我感到非常忽悟 对于汉族人民 对于西藏的同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刚才有位大陆的陆先生 提到一个问题就是 但是中共给西藏地区 输送了很多很多经济上的援助 给了很多经济援助 所以导致了就是很 至少在前几年吧 有不少这个大陆的民众认为 就是说给了这么多钱了 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西方 以前有一句话 就是胡隆坡下大棒 就是说他不会说 我什么都不给你 但我也什么都不要求你做 他一定是一方面要给你什么东西 尽管你很可能不需要 所以我现在想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 就是说 为什么给了经济援助 藏人还是不满意 对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所谓的胡萝卜加大棒 在中共那里做得非常的作劣 中国民众并不知道实情 实情是什么呢 西藏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他们有他们的天然资源 他们的旅游资源 如果西藏自己来开发 充分的让藏人智障 他们用他们的天然的资源和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 他们就还有他们的宗教资源 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巨大的政治成就 但是经济成就 但是中共不会让这些资源来发挥 尤其宗教资源不发挥 而旅游资源空在他们手上 在西藏境内 藏区 中共的兵云现在比那个寺庙还要多 他们把大部分的寺庙毁了 后来重建了一部分 那么这个均匀是三步一缸 五步一哨 以军管的方式 这样就完全限制了西藏的旅游事业 中共对西藏拨钱是怎么回事呢 它有的拨款是对它过去毁坏的寺庙重建 在一个所谓的财政拨款去支援那个贫困 中间相当一部分落入了各层贪官污吏的腰包 而且落入了这些汉人贪官和奸商的腰包 结果在西藏出现的是两极分化 就是那里的汉人官员和汉人奸商越来越富 在拉萨 这个藏人却越来越穷 很多藏人的孩子失学 很多藏人陷入极对贫困 前两年有一个叫做公盟的组织 民间组织就做了一个调查 就证明了在西藏完全是 这种所谓的经济援助没有起了作用 反而是肥了当地的汉人 而苦了当地的藏人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这次共产党说了个九友 其中就自己录了个玄机 他九友里面居然提出一个 有道路 有水 有电 中共统治了西藏已经半个多世纪 这半个多世纪不是达赖喇嘛 或者是西藏人自己在统治 而是中共在统治 居然还在谈要有道路 有水 有电 水和电是多么基本的东西 道路是基本的东西 中共究竟在西藏干了什么 他们必须回答全国人民 他们把钱究竟撒到哪里去了 多少东西被贪官污吏拿去了 必须向全国人民做个交代 他们的这种费用 就说必须是公开 像民主国家一样 你的费用究竟是怎么样 在网上可以看到 你的维稳分究竟在哪里 大概这个要求是没法满足的 因为在大陆内地汉族地区 所有的经费使用都不能公开 他不可能再去把那边都公开 但是你要知道 在拉萨建了很多建筑 这些什么会议室 会议厅这些 这些东西不是给藏人生活用的 这实际上是统治集团用掉了 这个跟藏人其实也没有关系 是的 而且这个久友 待会我想问一下久友 久友里面的还有极友 其实都是属于共产党文化入侵的部分 实际上跟藏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我非常同意破空先生的那个提法 但是我身为一个藏人我补充几句 因为我们藏人行政中央跟牛王藏人 一直认为如果西藏发展 提高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 当然是这是肯定的一件事情 但是从过去60年来看 在西藏地区所实施的经济政策 它根本不考虑西藏的特性 因为比如说一个高楼大厦的建筑或者开发 必须要考虑到西藏人民的特性 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相信中国政府所说的话 有没有拨款呢 我相信确实有拨款 但是数目可不可信我们值得怀疑 但是那些拨款 拨款的目的是不是为藏西藏 藏民族有利呢 这值得非常怀疑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拨款的话 必须要藏民族有利才对 否则的话 对西藏再怎么建设都没有任何逃避 现在西藏最急需要的是医疗条件跟学校 但是我们知道在农村地区有多少学校 有多少医疗医院 而且文盲的比率现在非常之高 所以胡耀邦在80年代 在访问西藏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 非常值得思考 他说我们中央拨款了几十亿几十亿的 那个经费给西藏 难道你们丢在雅鲁藏不降吗 连当时的那个中国共产党的党总书记 或者说了这句话 这就证明了刚刚破空先生所讲的话 拨款了但是从中央拨 拨到然后内地到拉萨的时候 能够多少在西藏人民手里 非常值得怀疑 胡耀邦当时还讲了一句话 他1980年讲的 他对这个港政干部说 必须把西藏的生活水平恢复到1959年以前 这就证明共产党统治后 西藏的水平是越来越差 生活水平 我觉得这里几个事情拼在一起 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不管它的拨款也好 或者是在政治上的压迫也好 就是说它最终的目的在西藏 是为了让西藏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 或者是自由的一个 哪怕是在中国境内的一个部分 还是单纯的就是为了加强它的统治 因为你如果说它是为了使西藏人民好的话 那么有很多做法 你像宋领袖像这种做法 你就不可思议 因为这是属于政治压迫的这一部分 政治压迫 宗教压迫这一部分 所以它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话 你只能去考虑就是说它的整个动机 包括给钱的动机 实际上是为了中共自己的统治 在这里有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在汉藏之间 是没有这个矛盾的 就是中共在向西藏入侵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带去的是共产党文化 不是汉族文化 这点是我想我们需要搞清楚的 现在我们再接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一位是纽约的陈先生 是纽约的陈先生 是我吗 对 请讲 我提供了两件意见 就是我曾经有毁星了 怎么会有毁星呢 请你把你的电视关了 电视关 关掉 你只能听电话里面的声音 好好 我把它关掉 喂 好 请讲 我曾经在大陆旅游的时候 我现在在四川有一个当兵在 当中共的兵在那个西藏 他 他那个他告诉我 他们到西藏的时候 他们就住到营房里面 根本不让他们到外面去 跟西藏人结束 他们上面给他们讲 他说 如果你跟西藏人结束 西藏人就会杀你 所以我就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巴黎年 他当他镇下西藏的时候 我在香港看到 是 他们讲说是 那个西藏暴乱 实际上我在香港 看的电视 是那个 那个武警 拿着长棒子 打了个 打了个藏人 后来我就跟 大陆旅游讲 我说你们不要受中共的骗了 我说 我在那个电视里 亲眼看到那个 那个 藏人被打 他讲那个 他宣传 藏人怎么样 残暴 我认为他们信服 就要连 撒个鸡都要超度 我说你 你这个事情 我自己去想 我现在我就 我提出这两件事情了 我就希望啊 我们怎么样把真实的事情 让双方面的 让中共的官兵知道 他们受骗了 也 也让大陆同胞 那个 汉族同胞 那个 知道他们受骗了 这样的话 他以后 他在镇压的时候 他就不会受骗 好 谢谢纽约的陈先生 我们再接一下 新泽西王先生的电话 是新泽西的王先生 休斯顿的王先生 对不起 休斯顿的王先生 请讲我了吗 对 请讲 我想跟那个 藏族的嘉宾说一句 中共对你们的迫害 不能代表我们汉人 因为汉人呢 我们都是爱和平的 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我也 只有在看了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7 Years in the Bay 有一个电影 就是在西藏的7年 一个很早的电影 里面我看了之后才知道 共产党在进驻那个 那个西藏的时候 有杀掉了 三百万的西藏人 我看了之后 我非常伤心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非常没有人道 现在呢 他不光是对你们进行迫害 对我们自己的民族 对我们汉人 也是进行迫害的 就是他这种迫害 等于是奴化我们 使到我们 他说你们是奴隶制 其实我简直不可思议 他们怎么能够说你们奴隶制 我看了 我觉得你们的那个领序 我这个达赖喇嘛 是个非常爱和平的人 我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你 好 谢谢西藏顺的王先生 因为我们时间很紧 我希望下面两位接近来的观众朋友 能够在一分钟之内 结束你的问话 或者是讲话 新泽西的彭先生 好 我快了 我就不讲了 打刀鱼大家都好 这个中共和它的宣传媒体 是全中国人 或者是全人类的公敌 这是我的意见 还有就是说 我前几年的时候回去 看到这个庙宇 寺庙里面有一个标语 大家从大陆来的人都知道 在这个任何的一个场合 例如什么运动 就有一些政治标语 在这个庙宇的旁边 我在上海的庙宇 在那个南京什么 都看到这样的标语 就是坚决拥护党的这个宗教政策 你看好笑不好笑 可以说这些东西 他想用这些来迷惑那些年轻人 或者是那些不懂宗教的人 去召香拜佛的人 但如果这个东西 他的宗教政策 事实上把这个标语 放到一个庙里 那是很好笑的东西 好 谢谢新泽西的彭先生 我们再接一下 新泽西的达拉 纽约的达瓦 纽约的达瓦 哦 你好 喂 请讲 有时间来急吗 他用证文讲 嗯 嗯 不愿意 啊 解释 这些在教育里面 里面 它是不愿意 是 因为 我和你 在学校的 那些 你 有养 不知道 你 看 这些东西 你可以 大瓦先生很抱歉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能不能请贡格扎西先生 能不能解释两句 然后你回答一下 刚才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是 是这样 刚刚纽约的陈先生讲得非常好 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 现在就是说 我们如何让在大陆境内了解真实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边的目的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身为藏人 我们了解在境内的情况 现在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 不管是藏人 而在大陆境内的汉族人民 也没有办法了解真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汉藏两族都有义务 把真实东西告诉给大陆人民 从而能够获得真正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第二个呢 那个休士顿的王先生讲的那个非常 我也非常同意他的看法 因为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 不能代表汉族人民 这一点我们非常同意 而且达赖朗玛一直在主张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并不是对西藏的破坏者 西藏的破坏者主要就是因为 现在西藏人民所反抗的 就是那些自焚事件 反抗的就是中共对西藏的政策 而不是对汉民族 但是中共往往把西藏人的奋斗 把它挑起民族 种族主义情绪 所以我们反正就很 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一个说法 谢谢 谢谢贡官先生 陈破坤先生你有30秒钟 30秒钟 对刚才那位先生讲 他说到那个官兵不准是接触战争 让人杀他就带在云房里面 这个六四当时屠杀前一样 把这个官兵隔离 不准跟学生接触 他们只能看人民日报 然后来进行洗脑宣传 最后然后就说学生如何如何 最后就屠杀学生 我想他们把对待这个官兵的这个做法 欺骗官警做法是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放手去屠杀藏人 还是不让他们知道真相 对对对 好 今天我们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和我们一起讨论 线上还有观众没有能够接进来的 也一并感谢 而且对纽约的达瓦先生感到抱歉 我们来不及翻译你的话 那么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评论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perk民主打资瓦先生感谢观众